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 请订阅和分享以更新有关当今 最这明明星的最新信息 王一博勇闯雪山 挑战自我 成为年轻人的冒险榜样 王一博雪山探险 自我挑战 激励青年勇闯极限 王一博勇攀雪山 旨在挑战极限 树立青年冒险精神的新标杆 在雪山间穿梭 王一博踏上了新的征程 王一博 这位热门偶像 参与的探索新镜节目大受欢迎 特别一集里 他决意征服高海拔雪山 这一举动让观众们 对他的勇气和毅力发出 由衷的赞叹 节目中 他表现出的坚韧与勇敢 瞬间引爆了网络话题 无论是在适应着高原反应 还是面对种种挑战 他都以一个现代探险者的姿态 展现出了非凡的风采 成功吸引了一大批年轻粉丝的目光 节目开播前夕 各大社交媒体上铺满了王一博的预告 吸引了众人的热切期待 不少网友直言 看到他的模样 便有了我也想冒险的冲动 也有人调侃说 难道我真的能像他一样 体验一把高海拔的反应 这表明 王一博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观众的生活 大家都渴望能亲自尝试他所经历的刺激与挑战 王一博攀登雪山的故事 不仅凸显了他的勇敢 也为网友们带来了不少幽默的笑料 有人开玩笑道 王一博是不是在拍雪山骑士呢 要不怎么感觉他应该有一张骑士的证明卡 也有人轻松地说 对高原反应的困扰 我在家看电视的时候 都能感觉比他在雪山上的感觉更明显 这样的轻松氛围 使得大家在谈论王一博时 都不自觉地加入了幽默的元素 节目里 王一博不仅要应对身体的考验 还要解开心理的困惑 有人如是评价 看他行走在高原的样子 简直像是被邀请参加了一场 并不欢迎他的酒会 这样的互动使得网友们 对评论的参与度大幅提高 大家纷纷分享各自与高原反应的交锋故事 试图以幽默来调和挑战的严肃性 在攀登高峰的旅途中 王一博展现出的坚韧不拔 让他的形象更为丰富 网友们不约而同的感叹 看见他在逆境中坚持的风采 心中满是感动和共鸣 有人如是说 我渴望成为高山上的王一博 即便此刻我仅是一个窝在沙发上的观众 这种幽默的自嘲激起了大家的共鸣 也使人们意识到 王一博所面对的挑战 其实是对个人潜能的探索 在这集中 王一博没有选择容易的路 而是大胆的直面高原反应和身体的极限 这让屏幕前的观众感同身受 深深体验到了不断超越自我的精神 有个网友甚至说 有他的激励 我想去征服一次高山 尽管我或许只能在山脚下驻足 这样的评论在紧张刺激的挑战中 增添了几分乐趣 大家纷纷加入讨论 高原反应 在高海拔地区常有的故事 王一博在节目中所展现的应对策略 成了网友们的热议话题 有人调侃 看他爬山时的气喘吁吁 我感觉自己肺活量都快不够用了 这样巧妙的对话 不仅让网友们在讨论王一博时 有了更多的参与感 还自然而然地将自己的体验融入其中 营造了一种深切的互动氛围 透过王一博的挑战 观众不仅见证了艺人的付出 也自我检视了面对逆境的态度 有人感叹 似乎只有直面高原反应 才能窥见更美丽的风景 这种共鸣激发了大家在讨论中的互动 纷纷与他人分享个人的挑战之旅 王一博站在雪山之巅 仿佛在向每位年轻人呼唤着追逐梦想的勇气 随着他的雪山旅行 众多网友也开始审视自己的生活 有人戏谑地说 我在雪山上的成就 或许仅限于拍张照片 发到朋友圈 这种自我调侃激发了更多人的参与热情 大家开始分享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为梦想奋斗的故事 对此 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 这次的挑战 既考验着体魄 也触动着心灵 王一博的毅力与奋斗让观众明白 生活中的每一场挑战都能成为成长的宝贵机会 有位网友如此概括 生活犹如高山 唯有攀爬 方能领略更深远的风景 这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在讨论中 汇聚成为了推动人们向上的力量 在探索心境里 王一博展现的勇气与坚持不懈 触动了众多观众的心 尽管有不少网友戏谑地提及他的高原反应 但更多的人对他的勇敢精神表示了认可 有的人认为 年轻人硬学习他这种拼搏的精神 而也有一律声音提出 这样的挑战是否有必要 各种观点在此汇聚 共同构成了关于勇气与自我挑战的深入讨论 围绕着王一博的话题展开时 网友们以幽默的评论为气氛天才 激发更多人参与讨论 在分享见解的同时 大家不仅看到了对王一博的认可 也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进行了反思 这种互动性显著增强了话题的活跃度 更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投身于追求梦想的路上 对此 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